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湘瑩 我今天要介紹這道料理呢 是好吃雞排 為什麼會介紹這道雞排呢 是因為我們家從小就負債 然後在我有記憶以來 爸爸媽媽都在外面工作 家裡很少開活 那媽媽就是靠賣雞排 把我們家三個小孩養大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介紹我媽媽炸的好吃雞排 我都是採用溫體器 我不用冷凍器 然後醃漬好了以後 穿上薄薄的一層粉 然後等它靜置三分鐘 反炒以後再沾一次粉 然後油溫要夠下去炸 保證好吃 湘瑩子其實老實講 湘瑩子都很體貼 從來沒有抱怨說家裡吃的伙食是什麼 每天吃雞排還是只帶雞排便當 但是 但是 我讓我心疼的是 他們去買便當吃 他們也是敢買排骨便當 因為那排骨便當是最便宜的便當 他們能想吃個雞腿 多十塊他們都不敢講 因為我認為十塊對家裡來講 是很奢侈的一件事 其實以前 他們並不會覺得媽媽很辛苦 只會覺得 為什麼我們家的小孩要跟人家不一樣 對 可是當你真的長大之後 自己出去外面 找工作賺錢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 媽媽真的很辛苦 然後看到她 有時候那個油噴 有時候噴到她的脖子 臉啊 手上 就是手全部都是 你會很難過 然後會覺得 為什麼 要讓媽媽這麼辛苦 年紀那麼大 還在這邊賣雞排 就覺得自己 很沒用 老實講 她對我的愛都放在心裡面 很少表現出來 但是 我只要 她一束苦 她就眼淚彎彎的 其實我知道她很愛我 她讓我最窩心是 她發什麼苦 我 我道給她的苦 她都全部換到心裡面去 然後會一件一件 她剛才告訴我 給我機會 媽媽給我機會 我不會讓你那麼辛苦 我這次的計劃就夠了 我只想跟你說 謝謝你 然後 謝謝你在這一路上 這麼挺我 愛我 然後又這麼相信我 我知道我現在還沒有能力 讓你過很好的日子 但是 就像你說的 你很相信我 所以你一定要給我時間 我一定會好好努力 然後 讓你好好過好日子 我愛你 要怎麼樣炸東西才會好吃 用心炸 用感情下去炸 我可以吸收 你很想讓你